准备啊 坐坐坐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请出我们一号参赛选手 米粒小 哎 哎 不是 不是 那个 那个 那个小米粒啊 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咱这是这个物件展示 不是身材展示 大姐夫 我最自信的就是我的身材了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你们三姐妹里边 身材最好的当属你大姐 对 我 你看 大姐 先变表演了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小米昂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开始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她对我来说啊 意义非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这部手机 我的妈妈差点跟我断绝了母女关系 啊 你们都惊讶了吧 妈妈 您还记得这个手机吗 哦 我记得记得 哈哈哈哈 记得就好 妈妈 麻烦您陪我把当年的情景 再现一遍 还有五个事 情景再现 妈妈 哎 我是您亲生的吗 当然 当然了 那妈妈我想买个小机 那可就不一定了 啊 那年冬天呢 我和你爸回家 那漫天下着大雪呀 都看不清道啊 走着走着 看着一个垃圾堆里边有洞 妈 我就想买个手机 不是 那垃圾堆里有个小狗 那狗嘴里还能叼我手机啊 我狗嘴里叼的就是你 不是梦呢嘛 就因为一副手机 我都不是亲生的了 能不记忆犹新吗 啊 就没人给我来点掌声吗 鼓掌啊 鼓掌啊 这还得鼓掌啊 我觉得小米粒这个故事讲的还是很好的 哪儿好啊 哪儿好啊 它就是有一个科普知识的普及 不是有什么知识啊 过去啊都说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对啊 今天咱们明白了 狗嘴里吐出的是咱小米粒 哈哈哈哈 这是你啊 大厨给你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来来来来来 小米粒你过来 我跟你说啊 你知道妈为什么这么做吗 为什么 妈就是要告诉你 从小啊 要养成勤俭之家的好习惯 哎 是吧 再说了 你已经有翻盖了 你还要什么纸板 就是呢 小米粒就是不知足 她的手机老好了 还带拉杆水线去 哈哈哈哈 爸没事吧 哎呀 来来来来来 大家注意了啊 现在 开始给小米粒投票 开始 好 你看 关键时刻还是得杀二驴子 二姐 哎呀 打的就一票啊 这太少点了 啊 大姐夫 哈哈哈哈 那个妈 我就是叫活动活动肩膀 哎呀你们讨厌啊 没事没事 一票就不错了 比我预想的好啊 那个小米灯得票是一票 好 接下来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雷零三 姐姐们 接下来出现的第二位 参赛选手是 MillionR 哎哎哎哎哎 要说哎 有意义的物件 我们家可太多了 随便拿出一样来 亮瞎你的双眼 我知道这是什么吗 钱 妈你 对哩 哎哎 媳妇还记得不 这可是我挣的第一桶金呢 当然记得 想当年 我家媳妇还是那么的苗条 哎 那么的温顺 是一头顺毛驴 再温顺的毛驴 经过你的摧残 那也羡毛相思对吧 想当年 我是那么的苗条 对 风大了我都不敢出门 很瘦的 现在可好 啊 风大了我还是不敢出门 为啥呀 那把别的小姑娘都刮家进来 我直不然能跟那儿杵着磕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提胖的事 赶紧赶紧赶紧赶 哎音乐 音乐 情景在线 哦对 请紧赶紧赶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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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站起来 我们再试一次 记住 顾客虐你千百遍 你带顾客如初恋 加油加油加油 媳妇 我要是再失败了 你能瞧不起我吧 不能 你能踢我吧 不能 你能瞧不起我 都不细地踢我了吧 你能不能不磨叽了 你再不瞧不起我 能踢死你 你信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 我的爸爸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爸 啊 你这时候给我来个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你忘了你你问我吃吃没吃饭 啊对对对对对对 喂 喂 爸爸 二米铃你吃饭没有 吃呢 我这么吃呢 吃大早吃呢 哎呀老乡了 爸 那个什么 你过两天 顺份挣完钱 我和他就拿着大肘子 看你和我妈去啊 好 行了不说了 这肘子太阶人了 你这肘子是跟土豆嫁接的吧 哈哈哈哈 这阶人了 哈哈哈哈 我回来了 老公 哎 你回来了 又没挣到钱吗 哎 没关系 还有我呢 我明天就去工厂上班 等等 媳妇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我拿回来的钉筋 你谈成了 我不敢再失败了 媳妇 你是那么的漂亮 多少人在追求你 多少人想让你嫁给他 你却选择了我 跟我吃康厌菜 媳妇啊 嗯 你总说的一句话 你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 嗯 你赢 我陪你军临天下 你输 我陪你东山再起 好 好 好 我成功了 我赚钱了 这是我的第一桶金 在生意场上 多少少女向我不来 我看 我看 看什么看 我都不细地看 媳妇啊 你现在是胖了点 胖了点怕什么 这样你在我的心里 就卡住了 是不是啊 你这段故事说得非常好 扎心哪 二姐二姐哥 你俩走心了 我这票投给你俩了 谢谢 谢谢 刚子 啊 你看看人家 胖都成优点了 就卡心里了 我是不是也卡你心里了 你不是卡我心里的 你把我心堵得等等的 听完了我就放心了 好了 现在我们给二名人一家投票 哎呀呀呀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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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 全票通过 耶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女士 简短板 接下来出场的第三号选手是 Million Dollar 哎 哎 哎哎 咱们准备一下 咱们准备准备啊 对对对 给我们一分钟时间准备一下啊 咱们准备一下啊 咱们准备一下啊 咱们也参赛啊 啊 不要压力啊 不是 你刚才那弄得太精彩了 行吗 他再怎么准备都不行 对对对 你好好弄 你必须了 必须的吧 不必须 我不是跟你吹啊 就我跟顺芳准备的这段 大姐和大姐夫手当脚刨 他都碾不上 啥玩意 开着车他也碾不上我们家 把目标 赢了 吉 facto 盈量 这是 刚刚放特点 有点 撵货 帅听 这不还是 但是它有纪念意义 你就拿这个记账本来说 你等会我看看 我看看吧 这不是生妞妞的时候 记的那个账吗 对呀 我给大伙念念啊 你看生妞妞的时候 老刘家送了半斤红糖 老赵家送了二斤小米 老钱送了四个鸡蛋 四个鸡蛋你也记着 你什么意思 这里边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那还要从一个风雨交加 我把七了咔嚓的夜晚说起 那年我还在部队当兵 我的大米怀上了妞妞 还有一个礼拜她就要临场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觉着 心里边特别的不安 我就给家里打电话 可是大米她怎么也不接 那天晚上 我正在家里干活呢 干着干着 我就觉得 谢谢大家 我好 不是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一般的尿介子 什么 用过的尿介子 你这拿出来干什么 大姐子 你不能因为取胜 你瞎说 妞妞那个时候都已经用尿不湿了 谁还用尿介子呀 我没说这是妞妞用过的 谁用过的 我用过的 你们别笑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 就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 这些东西那可是稀罕物 太珍贵了 我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家那会经济条件不好 我妈妈准备不起这么多尿介子 我当时尿又特别多 街坊邻居 就把家里边珍藏的尿介子送到我们家 我妈跟我说 孩子 人这一辈子要学会感恩 你要记住街坊邻居的这份恩情 有些人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是用着百家尿介子长大的 大姐夫 真尿性 我承认 是啊 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邻里间的那种情感 以前不管谁家有大事小情呢 那邻居街坊全来帮忙 可现在有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家邻居长啥样 是是是 二姐二姐夫 对不住了啊 我那票不投给你俩了 我要投给我大姐夫 小米粒 你就是个贩毒 对对对 我和你爸那票也不投给你们了 也投给你大姐大姐夫 妈你也是的 闭嘴 哎行了 现在都别吵了 给我大姐夫投票 来 投票投票 都拿了快几手 我宣布大姐夫全票投票 谢谢谢谢 别吵架别吵架啊 还有重量级的选手出场啊 接下来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出我们重量级的两位选手 米 5 哎呀 哎呀 孩子们都展示了他们最珍贵的物件 对 物件就是东西 珍贵就是宝贝 我那宝贝东西要拿出来 你们的东西就不是东西了 不是 你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这一生 最珍贵的东西就是 啊 你妈 我才不是东西了 哎呀 孩子们 孩子们 这回事 其实啊 我这辈子和你爸最宝贝的东西啊 是在这呢 我看看 那啥呀 我看看啊 小圈啊 什么人 钱包啊 我看我看我看 啥来了呢 三个包米粒子 孩子们呢 可别小瞧这三个包米粒子 当年我怀小米粒的时候 你爸正带着剧团下去演出 我由于怀孕不能参演 把我这心急的呀 可是我也不敢说呀 你爸是个新出的人 我现在演出这么忙 他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 你爸那么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 竟然用手绢包着三颗包米粒 你给我优来了 孩子们看看手绢他写的啥 我看看我看看 丽丽皆辛苦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啊 啊 是不是啊 啊 这可是说明一切呀 哦你 他是说 啊 我为这个家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他是说 我为了勤俭世家付出了多少辛苦 他是说 我一个人带你们三个孩子有多不容易 这是你爸给我的最高褒奖 他心里头有我 他懂我 有这五个字历历劫辛苦 我这辈子值呢 妈 妈 我以前老埋怨你不给我零花钱花 我现在才知道 那时候爸带着他们在外边演出 您一个人在家带我们姐仨有多不容易 妈 我错了 是我太不懂事了 妈 我们享受您和爸妈的爱 享受得太理所当然了 是 是 那个时候 我就是觉得爸爸是天生的有担当 妈妈就是操持家务 样样行 我现在才知道 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妈 我的好人事 我跟你们说 妈这个故事讲得太好了 是 真的是告诉我们 要好好地孝顺自己的父母 好了 现在我们给爸妈投票 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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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票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了 全票通过了 太好了 别哭了 哎 哎 哎 拿啥 拿啥草呢 我的尿戒子 不是这大姐夫用过的 哦 inic ей 你们要让我放ıyor 我放在哪 哎 啊 哎 哎 哎 快乐是个宝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哎 哎 哎 快乐是个高 cuz 正在那 谁配上谁就还配 哎 大你呀 哎 想你耶 都是生命最快乐的人 Wine on the family Jobine on the family Family